大家好,又到了跟我一起做企划Plan With Me的时间了 那这周呢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上面天气的部分我已经把贴纸还有温度都已经写好,都弄好了 那我就直接贴下面底栏底霸的地方 今天呢我准备的是两卷纸胶带 washi tape,那因为这个就是夏礼拜慢慢会变冷 其中有一天气象预报还说会下雪 所以呢我选了这个雪花的,两卷都是雪花 就是蓝色白色雪花的来做布置 那我先从粗的这一卷开始贴 从下往上贴 最下面的纸胶带我贴完了,接着呢我就来贴这一卷比较细的 底霸底蓝的地方我贴完了,接着呢就来贴侧蓝的地方 侧蓝的地方一开始呢我也是贴这个水量摄取的追踪表 那我从最下面往上贴 这一周我来贴这个粉红色 接着呢我来贴social media分享的贴纸 我这一周想要贴 我就让侧蓝都就是有一点红红的好了 来贴红色的 那侧蓝最上面呢我先不贴 我来贴满格第一格就是标签格的部分 第一格呢我一样先贴to do 贴完了呢我来贴满格式的标签贴纸 这是这个月的颜色主题 建层式的清单 贴纸 格式贴纸我贴完了 接着呢我就从下往上贴 就是贴像social media分享或是影片 编辑影片分享的这些贴纸 这些贴纸就会贴到这里 这是我贴纸 再加上翻译 我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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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跟这些贴纸 我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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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安静的把基本的贴纸都先贴上去了 那这一周呢也是有一点点混搭风 就是这边呢就是秋天主题的满格式贴纸 那下面这边我参了一几张三张 就是杯子蛋糕主题的满格式贴纸这样子 那接着呢我就把我预计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已经知道会发生的事情都先填上去 预计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我目前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大概都写上去了没有太多的 就是目前没有太多的计划 所以呢 这一周的Plan With Me 跟我一起做计划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还喜欢咯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很舒服 它是这边有做比较快一点 所以肚子可以这样吃